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终于在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综绩了 超市版出了4款口味 其中一种是芋头加黑糖奶茶 另一个是热情果加草莓 每盒里面有4杯份量 做法很简单 首先盯上珍珠 然后加100ml热水 把茶粉混合 然后再加200ml冻奶或冻豆奶 这样就完成了 盒里面的包装有点混乱 因为里面含有2包的茶粉 4包的珍珠 2包的糖浆 和4支饮馆 它是预理1包茶粉可以充2杯 所以它这样盒法 你就不能逐杯逐杯充 你要一充就充2杯 所以你也不可以一人喝1个不同口味 先试一下 也不可以 黑糖那个 盒里面加糖浆 因为它那2个茶粉 一杯是芋头味 而一杯是原味奶茶 盒完珍珠之后 就是加豆奶 我们觉得这个奶茶和芋头的 都不太好喝 基本上是没什么味 茶味不够也不够甜 所以这个牌子就应该不会再买了 但热情果和草莓这盒 就相对比奶茶好喝 这盒里面是用爆爆珠 所以不需要叮叮珍珠 基本上冲了茶之后 加糖浆 加爆爆珠之后就完成了 这个也是4杯的份量 每个口味里面有2杯 但是包装也有问题 因为它每一盒里面只有2个茶包 所以又是预理1个茶包 就充2杯的份量 每包里面除了2包的茶叶之外 它还有4支饮馆 2包的热情果味糖浆 和2包的草莓味糖浆 但这个摆筆竟然有3盒爆爆珠 橙色的就有2盒 而黄色的就有1盒 盒里面写明1盒爆爆珠 就预理2杯的份量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它不1盒黄1盒红呢 所以不明为什么有3盒 除非它是收拾错了 然后这盒刚好 我又撞手神 拿到多了1盒的爆爆珠 值得赞的就是这个 它是用了香片茶包 是很香 而且茶味也很好 很足够 而草莓味的糖浆 就有点像药水味 热情果味的就相对好喝点 不过说真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糖浆 是像化学成分 所以好像在玩小孩玩具 混来混去 如果不是因为买来 试给大家看 我想我平时也不会买这盒 因为颜色的色素好像很高 我觉得有点恐怖 这盒好像鱼子酱的爆爆珠 整盒我就倒进去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否应该 可以隔走一些水 不过那些水也有点甜味 我就不管了 倒进去 它又建议你再加冰 或者冻水 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是没有准备冰的 也不想冰 所以这杯东西我们喝的时候 是热的 虽然是热 不过也是像街买的果茶 也是极化学成分的味道 之后跟我看一下 今个月有什么好东西 Muskat Grape的季节就回来了 Vachos和马沙都会找到 味道还要甜过Cotton Candy 而且好像有些泥芝味道 很好吃的 而且在RD 今次看到有Chipies 这个它说是cheap shop的咖喱味 不过其实我也觉得很像 卡罗B咖喱味的Friend 其实跟各大超市 买任何咖喱味的味道是相同的 只不过不同的就是形状 因为现在超市那些是片桩的 通常如果你找到 这些就是条桩 所以好像以前吃那些 紳士牌薯条 所以我就买了来试 都挺好吃的 而且很脆 我觉得有点焦味 所以如果送啤酒 就非常之正了 看看2月份Costco有什么买 首先有凤梨酥 其实很多人都说过 是泰国出品的 他们说 我没有买到的 因为家里也有凤梨酥 而且我不是太好凤梨酥 但人们说是好吃的 所以如果看到也挺划算的 但是我就有买这个 洛晨花茶 在韩国一包里面有60包茶包 茶包里面是100%洛晨花 我自己就试过了 是挺酸的 所以建议加蜜糖 5磅9磅60个茶包 差不多10p1个茶包 所以挺划算的 我也买了这种 红色的果农果 果肉真是红色的 而且比较爽脆 不可惜没什么味 很淡 之后也试了这个 加拿大枫叶糖漿味夹心饼干 很大盒 都值得吃的 不过我自己就不太喜欢了 蜂叶糖漿味是像黑糖味 饼干就是普通的 tea biscuit的味道 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奶 所以我打算试一下 但是很甜 我想如果送咖啡 加奶茶就OK 不过如果好像我干近的话 我就要刮走那些糖 才吃那两块饼干 还有它是几大包 即是它是一盒里面有两大包 所以真是几难接 这期Costco很多应节的商品 例如情人节就有这个 巧克力士多啤梨 7磅99 里面大约12粒 不过都是因为7磅99 所以我就没买了 因为我自己做也可以 但是大大粒好漂亮 所以我想收到也很开心 之后买了两盒这些大树菠萝 一盒是OK的 酸酸甜甜的 另外这一盒就发梦了 第一盒和第二盒吃的 只是差一天 然后放了雪櫃一天 第二盒再拿出来吃的时候 已经发梦了 不过Costco的顾客服务 是真的不错的 只要你拍照 然后邀请他们 和告诉他们你的 Membership number 它就会放退款的credit 在你的account里面 下次去的时候 只要去customer service 告诉他们 便会退款 所以不需要马上退款 我也买了这个 秋葵600克 4磅99 买了两盒 大大条 脆口 好味 今次去Costco 看到很多大小兔 29磅99 不过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买呢 另外米醋里感记 2支 3磅89 不过这个我没有买到的 所以我不知道它好没味 今次在Costco 看到很多不同的杯面 首先有Mr.Noodles 辣的牛肉面 11磅99 带有12盒 没买的原因 首先是辣 原来是写着Full 但又不是Full 是Noodles 之后还有一个再便宜一点的 9磅99 都是12杯的Volcano Chicken Noodles 写得Volcano 因为超辣的 所以我还是没买的 我有买这个 5磅496盒 泰国出品的牛肉可粉 这个是挺好吃的 而且 味道像越南可粉 但牛肉是假的 好似 好似 好似化学原料 但面是好吃的 所以 都建议购买 这个是挺好吃的 这个 总之不要吃牛肉 就可以了 今次终于试到Costco的Bakery 因为平时不敢买 是怕清不了 但今次新年有朋友来 所以就买了来试 首先 这个是果仁的脆脆 挺好吃的 很脆 但是很甜 它是比花生糖再甜一个点 但是好吃的 之后 这个是好像Doughnut的物体 Doughnut里面 有可以爆的中指酱 我觉得这个是一般 酱不够 而且Doughnut的质地有点实 都是超市的Doughnut 好吃些 所以这个下次就未必买了 不过这个不是很甜 之后也买了这个按摩机 因为减了10磅 用了两次都觉得挺好用 针对肩膀和背部位置 如果大家对按摩机有兴趣 我可以拍一条再详细一点的片给大家看 好了 今次和大家说到这里 未订阅的朋友麻烦帮我订阅一下 下星期再见 多谢收看 拜拜